安装一个浴霸 大家看一下这个框架 这是木工给做的 集成板呢是一块大板 现在用这种大板的特别多 浴霸都搭不到龙骨上了 做了这么一个框架 现在这个浴霸也是有点特殊 和这个框架不是太匹配 这个浴霸的面板呢 上面有四个卡子 这四个卡子是和主机勾在一起的 现在用这个框架完全就装不进去 先研究主机 给这个板呢做一个加固 要不然一个浴霸掉在这块板上 这个板脱落就麻烦了 找了两个木龙骨 这还是用过的 把钉子先拔了 像这种情况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看看我的这个办法行不行 包里面找几个长一点的木螺丝 比划一下 这个长度是可以穿过去的 一根龙骨上两颗螺丝 拧到一半的距离 两个同样都这样做 准备工作做好以后 先把这块板装上去 这样大家应该就看明白了吧 这两根长的木龙骨呢 就搭在三角龙骨上 刚才的两个螺丝呢 就是和这个框架上的木龙骨呢 拧在了一起 让它起到一个沉重的作用 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是保证这个金层板 和这个浴霸镶嵌在一起的时候 不会因为它使用震动掉下来 加固工作已经做好了 现在安装这个浴霸 要接一个电线 还有一个排列管 果然是好浴霸 这个排风管的质量嘎嘎好 刚要把浴霸归位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问题 完了放不进去 刚才我加固的这个龙骨顶着这个浴霸 大一了大一了 应该用磁子量一下它的总宽度 我总想的是60公分嘛 让够它的距离就行了 没想到它比60公分要大 现在只能把这个木龙骨用螺丝斜的方向穿过去了 一边再空一公分 现在放下去就刚刚好了 在龙骨的上方呢 又比了几个螺丝 防止它使用走位 现在就很坚实了 动都动不了 在这种改动比较大的情况下 一定要做一步看三步 要不然搞不好就留下坑了 现在准备安装这个面罩 这个面罩也要改动的 这几个卡的都没用了 直接拆掉 这个动作感觉好熟悉 就像医生开药片的感觉 这个面罩和那个浴霸的黑色框架 本来就不是原配的 它也是后配的 这几个卡子呢 有点紧 给它松一松 先就不接线 试一下安上去的效果 本来也没有打算一次性成功 因为前不久就弄过这样一个浴霸 当时裁了好几次 感觉还是不行 可能是固定框架的螺丝碍四了 把这个螺丝全部上调 这个螺丝刚好顶着了 它完全扣不到底 还留着半公分 固定框架的螺丝调高以后 这个效果果然好多了 现在面罩和框架几乎就平了 这样看的话 这个效果还不错 把卫生间的这几趟线呢 全部给它串起来 现在浴霸通电 没法伺机 水电师傅之前呢 都没有并线 这样我们临时先搭上 通电 遥控器对码 然后试机 这个摆风的效果还不错 雾买价廉都不敢说 但是绝对物操所值 这个灯也不错 而且这个风的力度也够大 吊顶师傅留下这几块板 就是方便咱按浴霸的 顺便把这几块板给它补上 免得它再跑一趟 同样都是几层板 今天我领教了 怪不得吊顶师傅 这个板越大 价格越高呢 这个板大 确实不好装 听这个声音 感觉这板质量不错 整体效果出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 搞定 收工 收工